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部西汉演绎 上回书说到萧和二次见韩信 韩信确实这工作成绩太出色了 打动了萧和 说什么也要举荐韩信当兵马大元帅 但刘邦这个人很聪明 刘邦很明白 这时候提拔韩信当大元帅 属于一步登天 韩信当着也不舒服 大伙心里也不服 所以还得让韩信在下边一步一步得干 干出成绩了 自然一步一步往上走 这样大家伙心服口服也就没什么了 所以萧和二见韩信 刘邦封韩信为智宿都位 涨了一级 这回啊 三百粮仓三百联傲官 全归韩信管了 韩信也挺高兴 英雄有用武之地 借这机会呢 我把整个全国的这个粮草方面 首先来说定制度 然后呢 让这个面貌焕然一新 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对于我日后领兵打仗来说 可以无后顾之忧 这叫什么呀 这叫位与筹谋 智宿都位府上上下下 嚷嚷动了 连同 韩信手下这十个差人 更高兴 我们这连傲官 当智宿都位了 那能不带着我们吗 十个人见韩信这一贺喜 把自己的意思可表达出来了 韩大人 您看 您虽然来我们这时间不长 可我们毕竟归您管呢 我们怎么着也是您的人呢 是不是 您这回容生 是不是 也提巴提巴我们哥几个呀 韩信微微一笑 不错 你们确实是我的人 再者一说呀 我当上这智宿都位呀 也缺人手 还急需用人 你们十个挺合适 你们自己有什么要求啊 你们想当什么呀 十个人一听 这个我们要求也不高 我们就求当个连傲官呢 就挺知足了 韩信一听 连傲官 不成 连傲官你们当不了 啊 连傲官我们都当不了 那 那我们就别动了 我们就还在三十五号仓 当差人呗 连傲官当不了 这也没别的官了 您不会把我们再贬一击吧 那哪能呢 你们是我的人呢 是不是 我这意思你没明白 你们连傲官呢 当不了 但你们呢 可以当 管连傲官的官 啊 管连傲官的官 那不就是 您这智宿都位 行啊 野心够大的呀 啊 我这刚当上 你就打算取而代之 没有 请您明示 您这话我不明白呀 这个 管连傲官的官 是什么官呢 这样 咱们这智宿都位府 智下是三百粮仓 三百粮仓啊 这样 你们正好十个人 这一除啊 你们每人呢 管三十座粮仓 你们管这三十个连傲官 然后我呢 管你们十个 这不就结了吗 嘿 这十个人一听 兴高采烈 哦 我们不但 能当连傲官 我们还能管三十个连傲官 这可太了不起了 韩大人 打今儿开始啊 我们全力以赴 全听您的 您看怎么样啊 是啊 我也没别的要求 就一点 你们必须要听话 那是自然的 您叫我们干什么 我们干什么 您叫我们望东 我们绝不望西 您叫我们打狗 我们绝不骂鸡 您看怎么样 好 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们一定要听话 我让你们干什么 你们就干什么 言出令随 如果说你们不听话 可别怪我韩信 不客气 您放心 我们呢 是您提拔的 我们呀 为您马首是战 我们跟定了 韩大人您了 韩信一听点了点头 好 既然这样 你们十个人 跟随我 上大堂 尤打三十五号舱出来 韩信带着这十个差人 可就直奔 智宿都尉府大堂 韩信这一上堂啊 智宿都尉啊 赶紧起来了 呵 哎呀 这脸上啊 红一阵白一阵 为什么呀 害怕呀 该交接了 我这点乱事 我这点瞎事 好 这活神仙接我 他能不明白吗 心里边啊 含糊 忐忑不安 韩信呢 一瞧也明白 诚信呢 也不点破 大人 哎呦 韩大人 您可别这么叫 现在呀 我什么都不是了 您 才是致宿都尉 我得管您 叫一声韩大人 您看 您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吧 大人哪 咱们 是不是工作 得做个交接呀 这未听得 怕什么来什么 我就怕这个 他还提到了 是是是 听您的 韩大人 您吩咐下来 您看咱们 怎么交接 韩信心里也明白 他呀 一定是有把柄 一定是有短处 韩信也不说破 大人哪 好办 咱们呢 就以今天为限 今天之前 我不知道 这些事全算您的 打今儿忘后 所有的事情 归韩某人负责 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交接 您把这四十一郡县 粮食的情况 跟我一说 我明白了 也就是了 就任都尉这一听 喝 心说韩信的韩信的 你不光是活神仙的 你还是活菩萨呀 救苦救难呀 喝 打今儿开始 之前算我的 之后算你的 之前一笔勾销 你不提 这可太好了 好好好 韩大人 全听您的 全听您的 这交接起来 还有什么难的呀 一两个时辰的工夫 交接完了 就任都尉的归宿 跟此书无关 咱们不表 单说韩信 韩信也明白 过去呀 弊端难改 这一定有很多问题 但既然今天 我上任了 那么打今天开始 制宿都尉府 就得有个新的面貌 焕然一新 所以韩信 思来想去 头一件事 干嘛呀 定制度 韩信 别看 来制宿都尉府 来三十五号舱 没多长时间 不过两天 但对里边这些事情 可基本全弄明白了 就相当于呀 做了一次典型调查 所以韩信 现在呢 提起笔来 心里边 已然有谱了 着手可就制定制度 韩信在大堂上办公 赵大 狗十 他们这十个人呢 两旁伺候 这时候 从大堂以下呀 来了伙人 这伙人呢 高抬腿 青洛族 聂族浅宗 生怕呀 动静大了 让多位大人听着 一个个小心翼翼 来到堂下 不说话 招手 冲谁招手 冲这哥十个招手 赵大狗十 他们一瞧 认识 谁呀 都是各仓的莲敖官 不三百粮仓的吗 来了不老少 大家伙啊 都已经 簇簇簇簇 来到堂下 但不敢原意 一原意 韩信就听见了 所以呀 光招手 光识眼色 赵大一瞧 我们哥十个 别都下去 都下去 堂上空了 还得有人伺候着 所以赵大 冲狗十一时眼色 就他们俩 其他八个人呢 还留在堂上 伺候韩信 这哥俩 悄悄的 可就退下来 来到堂下 这些莲敖官 把这二位 换到没人的地方 我说二位 恭喜恭喜 贺喜贺喜啊 那说怎么这样 是 现如今这十位 跟着韩信呢 这叫什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您说能不 出言恭位着 对不对 所以呀 满面堆笑 赵大跟狗十一瞧 同喜同喜 谢谢您几位 什么事 二位 确实有点事 这事啊 还就得托您二位办 别人呢 办不了 不客气 您说吧 什么事 您看啊 说的话 当头这位啊 冲后边一招手 感觉后边啊 吸着呼噜 还有一堆人呢 这一堆人呢 没往前头去 为什么呀 带的东西太重 太多 怕出动静 怕出声响 一直在这儿啊 藏着呢 这位这一招手呢 好 这些人不敢怠慢 抬着东西 可就全过来了 赵大跟狗十这一瞧 好几大筐 什么呀这是 二位头 您瞧瞧不就知道了吗 赵大跟狗十还挺好奇 走到筐前边 低头这一 呦 白花花 全是银撒 您琢磨 三百连凹冠 几大筐 干嘛呀 给韩信送礼 当头的这位 有打怀里 掏出一样东西来 什么呀 礼丹 望上一城 二位头 您看看 我们送礼这些人呢 谁送多少 谁送多少 名字 全在上边 这是礼丹 您受累啊 得呈给韩大人 你们这是什么 韩大人高升啊 我们呀 得孝敬孝敬韩大人呢 思来想去 没有别的可送 干脆送点钱 这玩意儿最实惠 这礼丹 说什么 你也得帮我们 转成韩大人 赵大跟狗十一瞧 这好 为什么呀 官不打送礼的呀 我们韩大人 容生 这就紧跟着送礼 这多好啊 我们也跟着 沾点石块 好好好 几位 稍安勿躁啊 我们这就把 李丹盛上去 赵大把李丹 接过来 他们两个人 奔唐上来 这些人呢 在这听信 不说 赵大 捧着李丹 往唐上这一来 一瞧韩信呢 低着头 奋笔急疏 干嘛呢 还在这儿啊 弄这些制度 哎 建立制度呢 赵大一瞧 那也得说呀 这事更重要啊 赵大来到 韩信的近前 韩大人 韩信一抬头 赵大 什么事啊 这儿有个东西 请您过目 什么呀 赵大 把这李丹打开 往上一城 您看看就知道了 韩信接过来一瞧 李丹 哦 什么人送的 明细 全都有 这些人 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各个仓的连凹官 他们呀 一起 大伙合在一起 给您送礼 哦 他们 人在哪呢 人就在堂下呢 李在哪呢 李也在堂下呢 跟着人 都来了 好 这样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都到堂下集合 我有话说 哎 找大一听 新上任的智宿都尉 要给大伙训训话 这还不好吗 立刻 下堂通知这些位 这些位一听 有点弄不明白 我们是送礼来的呀 我们不是汇报工作来的呀 你见我们干什么呀 这些人不明白 不能不来呀 大家伙 连抬银子的 哎 带头楼 领头这几位 吸了呼噜 都来到堂下 这时候呢 韩信 可就来到堂口 手里拿着礼单 看了看大伙 送礼的人 都在吗 都在 都在 请韩大人训话 韩信 瞧了瞧他们 好 既然 送礼的各位都在 我呀 有两句话说 李呢 我呀 不收 只收礼单 而不收礼 大伙听 只收礼单 而不收礼 这太阳打哪边 出来的 这什么官啊 要礼单 不要礼 这什么意思 有的人呀 脑子快 哎呦 韩信这手可厉害了 打礼单留下了 礼单可是证据 这上边写得清楚 谁送多少 谁送多少 都写着呢 他把礼单留下了 不要礼 别是治我们的罪吧 哎呦 这些人可紧张了 韩信呢 接着往下说 李呀 我是 如数的退还 退还 刚才说不收 这些人已经够惊诧的了 现在一说退还 不明白 韩信 一看这礼单 礼单到最后啊 这儿有个总数 有个合计 韩信一看 哦 这么多银子 送礼的 一共多少位啊 赵大上来禀报 韩大人 这么些人 好 赵大 你拿这个总数啊 除一下 按照人头啊 一除 得个平均数 哎 这好办呢 银子是现成的 人也是现成的 一除就得了 算出一平均数的 回禀韩信 韩信说好 就按照这平均数 给大伙返还 赵大 你按照这名单 点名 点到谁 谁来领钱 大家伙全一样 平均数 都拿这些钱 说完这话 韩信一转身 回到大唐以上 桌案后边一坐 提起笔来 接着建立制度 这事交给赵大了 赵大一听 傻了 从没见过 这样的官啊 都退回去了 退回去 可不按李单上 这数退 改平均数了 这什么意思 赵大乔就狗食 心说你脑子最快啊 你明白吗 不明白 要退应该 按这个 名单上 这明细退啊 是啊 这怎么回事 再者也说了 他不要 咱也没了 本来还说 他吃肉 咱们喝点汤呢 没了 这银子都得给人退回去 狗食都快哭出来了 退吧 那怎么办呢 得听韩大人的 刚说完啊 韩大人说什么 就得干什么呀 好 按照这平均数 赵大这一点名 狗食馆发钱 几大筐银子 又都退回去了 单说这些送礼的 每人手里 都是一个数啊 这里边可就不一样了 有送的多的 有送的少的呀 这送的多的 颠颠颠颠颠颠这银子 我赔了 有亏的就得有赚的呀 有送的少的 送的少的 颠颠颠颠颠这银子 这可不错啊 送礼还能赚钱 我送的那么点 退回来这么多 这买卖做得过啊 韩大人有点意思 这以后啊 我还得送礼 忙少了送 回报大 高兴 韩信呢 在诸案以后 一看 发得差不多了 赵大 狗屎 你们回来吧 哎 拿着银子这些人呢 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一看大人也不理我们了 走吧 大家伙全走了 韩信 把这十个人换到尽钱 你们 是不是有点纳闷 我为什么只收礼单 而不收钱呢 大人 您是活神仙 我们领会不了神仙的思路 这我们确实不明白 您教教我们呢 这种歪风邪气 不可助长 这叫什么呀 这叫行贿 他们行贿 我要揭露 我就叫受贿 行贿受贿 日后 这日子还好得了吗 我主天下 还想不想得呀 所以说呀 打今儿开始 我要重新建立 规章制度 严禁 行贿受贿 你们 明白吗 您说这些道理 我们都明白 可人家 这是 好事 人家送礼 是为了庆贺 您荣生 人又没说 求您办什么事 您为什么不收 是啊 你们认为官不打送礼的 可现在不年不节的 他们送我这么些钱 干什么呀 有道是 礼下于人 必有所求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这道理 你们还不明白吗 所以说 这钱 无论如何 也不能要 哦 是啊 您是不要了 我们 也什么都没落着 这钱 你们还想落吗 这是你们挣来的钱吗 哎 这样的钱呢 不要 才好 是 我们都得听您的 您说不要 我们天难也不敢要 那您看 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什么也不办 我接着 建立我的制度 你们 两旁 伺候了 是 十个人 两相站立 韩信 建立这制度 等于建立了一天 到晚上休息 一夜无输 第二天清晨 韩信呢 把这制度打开 又过了一遍 认为啊 没有什么纰漏了 还是相对啊 很健全的 韩信 把这制度 往桌上一放 这时候呢 十个人已然 前来伺候韩信 韩信吩咐这十个人 今天呢 咱们 致诉都尉府 盘点 不办公 你们呢 待会儿出去 关府门 咱们今天呢 盘点休息 哦 是的 十个人转身 刚要走 慢着 先别着急走 制度已然建立好了 你们把这制度啊 拿下去 贴到咱们 都尉府大门之上 广而告之 哎 十个人一看 我们这 韩大人活神仙 效率真高 昨天这一天 已然立好了 这可太好了 十个人也没多想 有人呢 接过这制度来 有人呢 去拿 降虎 拿降虎桶啊 拿刷子呀 为什么 得到门口贴去 十个人 可就来到府门以外 有人 刷降虎 有人 往上贴 等把这制度 往这大门上 这一贴 方才 谁也没注意看 等这一贴上 十个人 这一瞧 呦 十个人全愣了 怎么了 说是制度啊 实际是一个告示 什么告示 凡是昨天送礼的人 全部开除 韩信这招太狠了 为什么 他有礼单呢 有花名册呀 就按照花名册上那人 张三 李四 王五 哎 到这儿 我写的这告示上 凡是送礼的人 是全部 开除 哎呦 十个人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全傻呀 这 这叫怎么话说的 内中 还得说 这狗食 这小的脑子 真快 哥哥们 不对呀 昨天 韩男人 可许诺咱们了 咱每人管 三十个联傲官 现在这些人 全开了 咱哥几个 管谁去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韩大人 发的告示 他下的令 谁明白呀 咱们呀 好好伺候大人 背不住 大人就跟咱们说了 好好好 可别惹这活神仙生气啊 好家伙 全开了 今天倘若 一气之下 把咱们十个再开了 咱们可完了 对对对 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十个人 把大门关好了 为什么今天 盘点呢 上好了栓 十个人回来 在大堂上这一站 垂手势力 连大气都不敢出 韩信瞧了瞧他们 哈哈 告示贴出去了 贴出去了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知道我为什么 要把这些 送礼之人开除吗 呃 不知道 请大人您明示 韩信 微微一笑 说出一番话来 各位 究竟这些 送礼之人 如何发落 韩信 这智宿都尉 又怎么能当下去 谢谢大家 是下回 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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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